为了惩罚怀孕十个月的妻子 丈夫竟将车速开到了三百码 只因在几小时前 妻子在会场上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 丈夫就觉得妻子的行为 让她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 爱玲深知后果 所以她极力向丈夫道歉 丈夫虽然表面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实则她的内心早已波澜起伏 而她的大男子主义不只是这样 当他们回到家里时 年仅五岁的儿子因为太饿了 在她没有入座前就先动手拿了食物 为了让儿子知道她是这个家里的天 她就命令儿子今晚不能吃饭 并叫她将晚餐全部丢进垃圾桶 可怜的儿子只能端着食物在垃圾桶行偷吃 而一旁的爱玲看着这一切 表现的是那么的有心无力 这天在男人出差后 爱玲收到了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 当爱玲赶到学校时 老师却告诉她 她儿子将一名女同学藏了起来 无论老师说什么 她都不愿意说出女同学的位置 爱玲只能以向她父亲告状的谎言 来逼她说出位置 最后他们在垃圾桶旁的垃圾袋中 将女孩救了出来 回到家中 爱玲深深地意识到 儿子已经开始受到丈夫的影响 变得不正常 她不希望儿子和父中未出生的孩子 变成丈夫那副模样 爱玲决定趁着丈夫出差赶紧离开镇 于是她一边打电话向好友寻求帮助 一边收拾着行李 就在好友们刚来到家里时 她的羊水却要破 于是朋友们只能将她带到工作的医院 很快爱玲就生下了一名女孩 当爱玲沉寂在喜啼小公主的快乐中时 她的丈夫已经推掉工作 以180码的速度往医院打来 为了让女儿可以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长大 她请求医生朋友帮忙将孩子送出去找人抚养 于是医生便叫来了好兄弟夫妻俩来医院抱孩子 但是兄弟的妻子并不愿意帮别人养娃 在护士拿出一打马内部后 兄弟的妻子才变脸同意了这件事 为了瞒住爱玲学医的丈夫 男医生来到停尸房 将爱玲的信息条和夭折的孩子信息换了下来 当爱玲丈夫揭开白布看到夭折的孩子时 她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直接在停尸房里哭了起来 就这样他们一起完美地骗过了爱玲的丈夫 在那以后的五年时间里 女儿小娜便一直由平民夫妻抚养 但是养母对小娜一点都不好 给小娜梳头时特别用力 小娜叫疼她却让小娜将头发剪掉 平时还时不时地将小娜骂哭 幸亏爱玲只要一有时间 就会开着豪车来找小娜 然后给她买很多零食和礼物来到他们家里陪她 所以小娜和爱玲的关系十分清静 这也是爱玲唯一能陪伴女儿的时间 为了能够支付女儿的抚养费 爱玲会经常去珠宝店 把丈夫买的宝石项链拿去售卖 然后买一条一模一样的赝品一甲万针 尽管她已经做得天衣无缝 但最后还是没能逃过丈夫的法隐 被发现 丈夫将爱玲的全部存款都没收了 由于经济被限制 爱玲给到女儿养母的钱越来越少 于是养母就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她派人将伊玲生下的女儿没有死的信息 用一万块的价格卖给了爱玲的丈夫 我速踪死我 你以前镜 trays我知道 我对这个孩子的女儿 我们下午一百 奏 尽量